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看到大美来到村外 假借债菜实际于水哥没来延去 被发现后 大美红着脸跑开 教堂里 众人在牧师的引导下坐着祷告 而牧师却偷偷的又喝了一口酒 祷告结束后 大美偷偷的找到了水哥 两人忘我的亲吻着 随后钻进了小树林 而就在这一天 大壮终于下定决心动手 他趁王大爷不注意 悄悄地爬进他家 把他扔下了楼 巨大的盛响惊动了偷情的两人 看着死去的王大爷 水哥赶紧爬上楼想捉拿凶手 正巧老太太看到这一幕 我把他当成凶手 而大壮早已从另一边爬到屋顶 这下 水哥白口摸扁 被抓进了监狱 人们唾弃他 连监狱里的犯人都厌恶他 另一边 村民为王大爷举行了葬礼 讽刺的是 埋葬他的竟是杀了他的大壮 村民们砍到水哥种的果树 坐行去要吊死水哥 随后开心地庆祝着 而大美趁人不注意 递给水哥一个工具 水哥随即挖了通道 逃了出来 但他的御友坐不住了 连忙大喊道 有人逃狱 村民们立即出动寻找水哥 众人找了一夜未过 于是都回了家 夜里 大壮看着偷来的金币 沾沾自喜 突然 他发现屋顶有响动 于是顺着声音爬到屋顶 看到了藏身在此的水哥 他上前扯掉水哥的眼镜 撕打起来 此时 大美赶来 和水哥联手把他推下了楼 大壮当场死亡 惊慌中 大美联盟带着水哥逃离了村庄 不久 腐臭的尸体迎来无数蚂蚁 大壮很快被啃成了一具骨头 隔天 村民只看到了一具骨头的尸体 当看到身旁的眼镜 都误认为 湿水哥逃离不幸摔下楼而死 他们失落地拆掉心具 村子也再次恢复了瓶颈 故事中 每个情节都像如今的社会缩影 看似和谐的表面 实际隐藏着最真实 最丑陋的人性 压抑 值得深思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村庄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